怕金桃子就好 阿公阿嬤跟著老師做起手部運動 因為等一下的料理課程 就是要讓他們來做黑糖餅 在製作點心時 除了能夠讓手指頭多運動一下 也請各位長輩減少黑糖的用量 讓他們能吃得健康 透過長者他們手做 讓他們再跟其他人一起互動 然後有一點合作 然後增加社會參與率的部分 然後再透過他們手做的部分 也可以延緩他們的失智失能的部分 因應長者他們的健康 其實我們在準備材料的時候 其實也會想說要少油少糖 讓長者他們吃得更健康更無餘 配合若瑟醫院的計畫 陸北社區設立失智友善據點 讓長者們可以來這上課學習 在社區裏治長的眼中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阿公阿嬤可以活到老學到老 最主要就是要讓他們說 他才會有運用 不要讓他們說會對這個 有水療症這種人說 失智是這樣的 看著老人大家這樣做得很高興 很高興的 我們現在也很高興 這就是我們社區所的目的 就是要讓這裡有很多人 會放在這裡參與這裡 要讓我們有一個快樂 還沒說這個失智這樣 有辦法和大家一同做點心 不管是阿公或者阿嬤 都對這個課程的印象非常深刻 並且透過製作的時候 也想起早前的回憶 很高興 為什麼我還很高興 因為這算說 以前做過很久 這次不可以做 就像這樣 回到以前的時光 之外很高興 非常老熱 又開心 心肝 如果有這個機會 請大家也想 要來這裡參加老熱 人生會快樂 我吃了九十五歲 要不要忘記 預防失智是現在每一個社區 據點都在努力的目標 希望陸北社區的長輩 可以在上課當中 開心學習 減緩自己失智的風險 記得留意的採訪報導